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是我国对领土问题的一贯宗旨 而这也让许多人对边境充满了好奇 在他们看来 边境线一定是极为严肃而危险的地方 这其实并不能说是一种误解 但在有些区域 那些边境线的氛围 显然与我们的想象有些区别 在我国云南的瑞丽市 有一个极其特殊而神奇的村落 它的神奇之处在于 整个村落正好被边境线一分为二 其两侧的村民分别有着不同的国籍 许多人调侃说 在这里出门就是出国 就连娶老婆都要靠进口 由于国境线两侧 村民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衣食住行 它们都没有太大的分别 这也导致对于这条国境线 村子里的人已经细以为常了 生活在这里 其实与别的村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日出而坐 日落而休 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人 往往要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罢了 但这种独特的风景 自然也成为当地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想看一下这个被国境线划分的村落 与别处有什么区别 这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作为边境地区 当地人的生活比较艰苦的 而在游客来这里观光时 两地的村民都可以为他们做随身的翻译 来赚取一天的收入 曾经战火纷飞的国境线 在和平时期也能成为一处人文风景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时间的威力 而作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 也要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小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也想要去这条特殊的国境线看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